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康熙的儿子很多 一直都没有确定谁皆替他成为皇帝 为了下任皇帝 康熙两次废掉太子 最后闹成九子夺敌 大臣各自站队 扰得朝廷不得安宁 尤其是四大哥和八大哥 背后的支持者最多 在众多的儿子当中 康熙最喜欢的就是老十四 但是最终成为皇帝的 并不是十四大哥 而是四大哥 四大哥登基之后 就是雍正 康熙盛是很出名 但是这其中也少不了雍正 雍正成为皇帝之后 很是勤勉 成为皇帝的四大哥 并没有贪图享乐 而是全心放在国事上 每天起床的时候 太监可能还没有起床 能够在众皇子当中争抢夺得皇帝 自然是为狠角色 在没有成为皇帝之前 他就和老八争斗不 休 登基之后 更是将会老八级背后的支持者摧毁 雍正的多位兄弟和他关系也不好 在后世一直被够病 展开全文雍正的名声很差 但是乾隆能够成为明君 少不了雍正的功绩 康熙年间看起来繁华 其实腐败很严重 国库当中都没什么银子 雍正上位之后 每天勤勉不休 才为乾隆打下基础 国家繁华 老心人的利益 自然会受到影响 雍正损害了很多人的利益 导致这些人对他十分痛恨 康熙临死的赵书 一直充满阴谋 也使当中常说 康熙本来要传为十四字 结果被认为修改 将时加了两笔 改成了鱼 这样就导致登基的是四阿格 而不是十四阿格 其实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 看见赵书之后 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原因了 清朝被称为满清 是因为统治者为满族 满族人虽然使用汉字 但是他们更常使用的 而是满族字 不公上的牌匾都是满汉字体一 其 更不要说是传为诏书了 汉字想要修改简单 满字修改就难了 而且真正的诏书当中 根本就没有写到传为十四 后世有篡改诏书的野史 原因并不简单 一方面是有人说 庸正的卫不正 就有人可以借此反对庸正了 另一方面就是 有人专门黑庸正 黑庸正的人很多 大多都是朝廷当官的人 庸正勤勉结解 但是损害了各位官员的利益 国家和人民负了 但是朝廷为官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庸正在位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什么 庸正死后就多了很多兵牌 和庸正相比 乾隆就是个享福的 国家被庸正治理得很好 根本不缺钱 乾隆可以随意挥霍 庸正登基很艰难 但是乾隆成年没多久 庸正就驾崩了 乾隆顺势登基 没人敢争抢 乾隆能够被世人称赞 需要多多感谢他跌龙正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